哈喽大家好,我是子豐 在影片開始之前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還沒有參加抽千名球的活動 要趕快點擊右上角去觀看先前的影片 裡面有怎麼參加抽獎的規則 那因為下半季也開打 原本週一應該是到了週報時間 但這個主題也算是階段性的圓滿了 那加上一些私人因素 因此接下來也會將主題上的規劃做些調整 所以接下來週一將會帶來不一樣的宗旨相關內容 盡情鎖定不要錯過囉 提及就讓我們輕鬆一點來聊聊 這次杭州亞運的這週24人名單 宗旨到底有哪些球員 以及為什麼他們會入選吧 在這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先前的系列影片 趕快點擊右上角觀看 正在觀看的你 要記得幫我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接下來的棒球資訊和球員故事喔 這次杭州亞運將會在9月25到10月7號舉行 而這次陣容名單可以說是豪華水準 有高達9位的中職球員和8位旅外球員 但名單一出也在球迷界引起了不小的討論 其中最受關注的大概就是獵管球員的問題了 對於年初張鈺成一度拒絕打經典式的風波 相信球迷都記憶猶新 然而也因此這個事件 再加上一直以來亞運主訊都是由棒鞋來協助 早在2014年的時候亞運就有中職球團表態拒絕出戰 但是棒鞋透過補充液的獵管規則來強制徵招 當時其實還在網路上有不少球迷紛紛跳腳 然後則被棒鞋的做法 然而時過境遷現在兵役改制之後 再加上育成事件 獵管的球員不得拒絕徵招 似乎已經成為球迷之間完全可以認同的事情 在這次亞運治安也不少球員是因為獵管而被徵招 才侵入名單當中 可是如果夠仔細的球迷就會注意到 祖訓團隊在發言的時候 並不是說中職於旅外17位獵管球員 而是說含獵管球員在內的中職與旅外球員共計14人參賽 這意味著有些球員事實上根本不是獵管球員名單中的球員 那為什麼他們要參賽呢? 前陣子在跟MLB球探聊天的時候 他們有聊到說 這次有不少旅美球員 因為不是獵管球員 那其實因此雖然不打經典賽 但是他們都會出席亞運 目的就是為了要兵役解套 何來這樣的說法? 關鍵因素就在於獵管中有一個規定 就是當拿到奧運前三名或亞運第一名 你就可以不用再被獵管 也因此不少經紀公司會安排球員參加亞運 正是為了處理兵役的問題 讓未來打球上阻礙少一點 講完了這些規定 就讓我們往下看一下目前終職列館的球員 那事實上列館名單並沒有辦法公開取得 不過上次2021年要組訓亞運前 一隊留出一份列館名單 因此我就針對該份名單為基礎 加上這兩年國際賽幾乎停擺嘛 所以我就是確認這份名單中的球員 有沒有申請比賽已經超過五年前的 來整理出剩餘還在列館中的名單 可以看到的是 三位球員被我反紅標記 他們是實在我因為不太確定 他們還算不算在列館名單內 因為剛好適逢即將五年列館期滿 甚至亞運比賽的時間 可能他們已經可以歸類為解除列館的成員 再加上如果他們真有列館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有幾位要出現在名單當中才是 因此就姑且當他們解除好了 那剩下的名單中 基本上主力球員都被徵召進入這次亞運名單當中 也就是反黑的部分 不過沒有被徵召的成員當中 比較讓我想問的應該是 熱天桃園的黃子鵬為什麼沒有被徵召到 畢竟他也算是一個有實力的投手 但也可能是因為教練團覺得 這次旅外徵召到不少好的投手 所以就沒有讓進出已經打過經典賽的老虎這麼操了 不過說到這邊 喵米可能要抗議一下 憑什麼他們被帶三位 富邦被帶兩位 其他隊都只有一位呢 其實仔細看 列館球員各隊都只有一位 可是那多出來的三位到底去哪裡了呢? 經過我指訊查詢確認 這三位球員在近五年內 確實沒有參加任何符合申請補充一資格的賽事 因此我個人推出他們應該是競技公司 希望他們透過這次有大量旅外投入的情況下 極有可能衝擊本屆國安軍 那因此賭一把就讓這三位沒有當過兵的球員 盛世一起加入入選名單 尋求兵役檢套 那因此似乎有球員可能對自己球隊友 有太多人入選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可能就有討論空間出現了 當然也可能是我漏在他們打 哪一項符合申請資格的國際賽事 也歡迎大家底下補充提醒我哦 但無論如何這次中職派出來的九位球員 可以都說是心中生代中非常出色的中職球員 甚至這些球員都是各隊主戰力之一 因此各隊會不會因為這樣的缺陣 造成球隊戰績影響就很值得觀察了 不過還是可以稍微聊一下 我個人認為這幾位野手中 除了戴培峰可能會和另外一位入選的選手 兩個人捕手輪替之外 其他野手應該都會是這次的先發野手 尤其是這幾位中職的打者長達實力都很出色 相信也會幫助中華隊這次很有強悍的長達火力輸出 除了鄭浩俊和國立瑞陽應該會分擔輪職一角 林凱威或許也有望成為這次中華隊的終結社角色 也意味著這次中華隊的中職球員們 將會扮演中華隊中不可或許的躍角 不知道你們看法有沒有不同呢? 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哦 以上就是這次的杭州亞運中職球員名單解析 接下來我會聊到旅外球員名單的部分 未來我也會繼續分享球員故事和綁球資訊 因此要記得訂閱加分享才不會錯過囉 我是子豐,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哦